来看到交通以外事故台九线的五鹤山路段 今天上午11点多左右 发生了三部车追差撞的意外 一名轴行驾驶 一四行车未保持安全距离 而追撞到了前方路口 等待左转的车辆 由于撞击力道过于强大 遭撞的车辆又不慎的 和对象来车发生差撞 三部车就这样撞成了一堆 也造成了一名乘客受伤送医 这名重心驾驶一四行车未保持安全距离 而追撞前方路口 等待左转的轿车 撞击力道强大 使得遭撞的车辆是往前挪移 正巧就与对象来车发生擦撞 三部车就像打保龄球一样 一个撞一个 再从另外一部遭撞车辆的行车记录器画面来看 当时事故发生太突然 驾驶与乘客错不及防 吓到尖声大叫 警察系周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 不慎追撞同向前方路口 等待左转之小货车 造成小货车再插撞对象 如洗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货车 事故造成周难以及遭追撞自小货车乘客 诚信乘客轻微插伤 三部车追插撞的交通意外 造成一名乘客受伤 经送医救治后已无大碍 而至于车祸的详细原因 警方除了是深入调查厘清 也特别呼吁驾驶人 新车却是遵守交通规则 小心驾驶 确保大众的行车安全 记者是玉兰对岁采访报道